现在已经找到了 我们接下来往下点讲 胸椎上去讲啊 刚才讲的是 腰椎和胸椎这两部分 给它区分开来 对象使劲对抗 那么来跟我先做到一个对抗 横向向左移腰向右流胸 包括流头 好在这样一个位置上 我们肩膀和胯反向的这个收缩 是让你的肩和胯接近的 拉到最近的一个位置 这边反而是张开的 是不是 这边你感觉是舒服的 是张开的 这边是紧的 那么下一节 我们要让身体产生一个流动感 那么第一节 限制住胸和头 不让他们往那边去 让他们流 第一节是推送出腰 那么第二节 一定流水作业的会到胸 看看胸怎么发力 看一看 这节是拉住 首先要把脖颈跟胸区分开 你不能走这节的时候 你整体就过来 它又没有流动感了 是不是 这成了扣过来 弯过来了 我们一定要 有胸椎独立的变化 看这个胸椎独立变化 刚才腰已经移到这 已经卡住了 你已经拉不动了 这次受的更紧了 好 第二点只需要什么呢 把这侧的肌肉逐渐放松 这会是收的非常非常紧的 是不是 脖子想一想 这侧是不是也收的非常紧的 这侧是拉开的 同样的道理 好 那么我们下一节 脖子继续收着 把腰上的肌肉给放开 走 松掉 松掉 手可以放在这 脖子一直留着 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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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松掉到这了 你的脖子还是相当于在这贴着你的手挤着的 收紧的 胸椎已经松到这边弯曲到这个程度 已经不能再下去了 第三点才是松掉 这让你的脖子松松松松松松 哎 同学们听懂了没有 我们依次的移动了 腰 胸 颈 是不是 为什么不说头呢 头上没有肌肉控制 只有脖子控制你的头 头本身是不会动的啊 只有脖子可以让你的 你的头动起来 所以头上是没有肌肉控制的 好 我们找到这三件 连续 不连续 分阶段的 一层一层的 把它做到 来准备 留胸 留头 走 腰 这边都留住 留到什么程度呢 推到最大限度 收到最紧 卡住不动的位置 好 留住脖子 留住头 第二点 胸 好 弯曲到某一个程度 你弯不动了 松到这儿 静 好 从这儿启动 往反面去 已经头和胸 已经在这边的 就留住就行 走腰 这儿开始收紧 往反面推 走 这会儿头的幅度 应该会更大 这是腰 第二节 保持这儿收紧 这儿放松 胸 如果你找不到这侧收紧 你可以手摸着你的脖子 走 进 同学们 同学们 我们这会儿在干什么呀 腰 这是五感开发的第一课 也是最基本的单元 胸 这一角 进 走 腰 我们经常讲 以身带手 是不是 胸 那么身体本身 它也有一个顺序 进 走 腰 胸 进 走 腰 胸 胸 进 走 腰 胸 进 好 同学们 这会儿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独立的分解 三个 阶段 阶段